你們就好像是醫師一樣 我就好像是病人或病人的家屬 想要從你們的這個談話裡面 能夠聽到那民進黨到底有救或沒救 那民進黨敗選 則無旁貸 一定要跟社會有更多的連結 特別是這次的辦選 年輕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更要跟年輕人來接觸 有時候病人的家屬會問一句話 會說 醫生啊這到底有救或沒救 常常會聽到這句問句 所以因為這是民進黨的敗選 我剛剛留特別提到 因為年輕人沒有像2020年一般的支持民進黨 所以我跟你們座談 我其實也抱著這樣一個心情來 你們就好像是醫師一樣 我就好像是病人或病人的家屬 想要從你們的這個談話裡面 能夠聽到那民進黨到底有救或沒救 不過你們傳達這些訊息 不然有很多建議甚至以批評 不過我聽得到的是 剛剛講的 年輕人並不是生氣 而是失望 不是要用什麼理由來支持民進黨 因為黨的理想先要有 因為社會希望你民進黨是執政黨 那你這個執政黨的理想價值還在不在 特別是如果台灣社會對目前的政策推動有疑慮的時候 這時候黨的角色在哪裡 不能夠只是護航 應該要要求行政院或是行政單位的各個部會說明的 其實還是黨的角色還是應該要有 而且黨的理想性價值 它所代表的意義其實應該要處在 民進黨應該要跟社會取材 這個黨才有辦法持續得到社會遠遠不久的力量 這個黨才有可能持續得到社會的支持 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包括我在內 也常常攻擊政治價值 民進黨執政了 這個理想行為也沒有 未來民進黨還要建議怎麼樣一個制度 能夠讓青年參政的門檻 不至於如現在這麼樣的困難 這次文明不斷 這是安排的 一支援斷